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也不知道他的一段辉煌史 当何胜明 还叫何铭的时候 是个唱跳俱佳的歌手 17岁出道 在广东省某知名夜总会助唱 1996年与阳光 彭亮组成 中国力量组合1998年 中国力量登上 春晚之后不久 何铭 胜明 改名何为其宣布丹飞 丹飞之后的何胜明 星途并不顺遂 先是做歌手 富温富富 而后转型做演员 又无戏可拍 只好转做幕后 这一次 倒是把好运给转来了 做幕后的何胜明 遇到了他的贵人于正 于正觉得何胜明 很像他戏里的人 牵下了他 而后又力捧他 这才有了美人心迹 功索心欲 功索珠脸 但红了之后的何胜明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常在接什么 戏演什么角色上 跟于正有分歧 最后选择自己出去闯天下 离开了于正自己 出来单干的何胜明 就变成了 明明一直在演艺圈 但大家都以为他退圈了 来看看这些年 他都演了些什么剧吧 也许这就是 他宛如退圈的原因 除了刘李 和少年四大名鼓 别的真都没听过 刘李李 男主的父亲 黎泽宫公主 少年四大名鼓李 大反派安世耿 而百度自动跳出的相关搜索李 还在第一的是 某音上跳出的相关搜索 也是何胜明看了想流泪 我一直都在啊 你们不看我演的戏就罢了 还非说我不演戏了 今年大概会有新剧播出 梦醒长安男女主分别是诚意 张雨昕生活里 怎么样 婚否 有孩子了吗 只能说大概没有 因为前几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何胜明说 自己就算有孩子了 也不会公开 希望他可以不被打扰地成长 还跟记者开玩笑说 我可能已经有小孩了 随时随地发现新孩子 菊菜搞不好何胜明 真的已经有宝宝了 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呢 这哥很注重对自己隐私的保护 几乎不分享生活中的一切 举只好大胆假设 小星求证 虽然人不红了 但戏约不断 经济方面应该没问题吧 疫情期间的运动Vlogly 出现的家长这样有露台 景色也不错 就应该假设正确 两分多钟的Vlogly 他一直在健身 从这个强度来看 平时是有健身习惯的 还喜欢拍某音 跟张庭王林 还梦幻联动过 未来的话 曾透露过想拍更多电影 那就祝他梦想成真吧 只是不知道 人生有如果的话 他还会不会跟于正解约呢 最后一句于正 曾经说过希望艺人 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发展 不要有自我的意识 你们接受得了 控制欲很强 但可以帮你 名利双收的老板吗 N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